6月22日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行開幕典禮 香港特區行政黨官林鄭月娥為典禮擔任主理嘉賓 她在致辭中表示 香港是世界級的大都會 也是國家與國際交往的窗戶 香港一直擔當文化聯繫人的角色 相信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會成為未來訪港遊客的必到之地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建設離不開 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 既可單單聯繫東西文化精銳的角色 又可以與內地文化機構携手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 更離不開中央對香港的全力支持和對香港同胞的關愛 文化和旅遊部副部長 國家文物局局長李群表示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建成 讓香港市民可以零距離欣賞美輪美奮的中華文物 體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厚重底蕴 感受當代中國發展的強行脈搏 增強香港繁榮昌盛的文化自信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建設 是故宮所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與現代化 國際化香港之間的創造性結合 是內地與香港文化文物合作里程碑的事件 是香港與內地共享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根據傳承中華文明的創新性的實踐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表示 在香港特區成立25週年的重要日子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落成更具意義 彰顯了國家對香港文化發展的支持 使香港更全面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我希望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會把握香港中華文化 會續的特色和優勢提高公眾 尤其是對青年對香港文化的認識 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興趣 增強香港人歷史自覺和文化自覺 當天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舉辦開幕傳媒預覽 率先向媒體開放9個展廳及開幕展的珍貴藏品 包括來自故宮博物院的珍貴文物 由香港博物館和其他文化機構借出的展品 以及以故宮文化為創作靈感的多媒體展覽 據悉 在開幕展中 包括北宋定谣慈民品孩兒枕 狼順寧的獅子羽 清康熙彩雲 金龍文 南丹潮跑等900多件 來自故宮博物院的珍貴文物將一一亮相 其中 166件屬於國寶級別 大部分是首度在港展出 數量和珍貴程度均史無前例 據悉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將於7月2日正式面向公眾開放